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第一個部分先做出來以後 0跟24是一樣的 12是分開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去 分幾個部分來做 我們這個地方有個重要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他踏下去的時候右腳踏下去的時候重心會往下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很多時候會忽略掉的地方 我們的重心第12個 我們先給他個key好了 所以我們到這個keyinfo這裡 你先setkey給他 那這個呢 黃色的所代表是上下的值 那你左右呢 他會是 我們在setkey 左右是 這個紅色 然後呢旋轉是綠色 那這個其實你不用背 不用記大概知道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key會有三個顏色 有的是兩個顏色有的是一顏色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那我們看到呢 這裡 基本上呢我們就是中間的部分呢 間隔兩個key 比方說1跟2不key 我們這裡的話呢往下 這裡重心往下 你可以看到像重心往下 當你重心往下的時候呢 腳要踏上這個地板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腳要稍微踏下去 這裡呀 腳要 直接要踏在地板上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大概要做一下 旋轉 然後做個轉向 然後呢這個腳呢 另外一隻藍色的腳呢 他也會稍微 要過度了吧 所以這邊的話稍微回來一些些 這邊的話做一點點 轉向 然後這樣子往下踏 好踏下去 好接下來呢 再過兩格 到第六格這裡 我們要做的是這個腳 撐上去的動作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地方啊 他會有一個往上撐 所以我們的腳呢 到第六格的時候 這隻腳要把它拉直一點 把它拉直 不要完全撐直 不要完全撐直 給一點點空間 稍微一點點彎彎的也沒關係 好然後但是呢 這個腳趾頭呢 要轉 因為這腳趾頭一定要貼在地上 這時候他太太高了 我要稍微讓他往上撐一些些 所以這裡的高度呢 稍微往上一些 好這裡 往上一些 這一個地方 剛好要踏到腳上 好 這一個呢 這個腳呢 要往前 你可以看到藍色這個Pose 好去 模擬一下這個Pose的效果 往前 他有一個往前踏的感覺 好所以說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 踏下去 往上勾 好那第一 再過兩格 這一格的話呢 是一個過渡 所以在過渡的時候呢 基本上 我們這邊不用太多調整 我們讓電腦去運算他就好 好但是如果你要的話呢 你當然也可以稍微修飾一下 比如說我這個腳啊 我想要往後一點點 或是 這邊的話我們稍微不用動啦 這兩個我們給個key就好了 我們這邊換了keyinfo setkey給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有一邊 一隻腳完成 好那我們來play一下 這個時候呢 是只有一隻腳 就是一邊完成的 那另外一邊還沒有完成 那另外一邊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很單純 我們要做的時候呢 其實分兩部分 第一個 從重心來抠 像這個地方呢 他往上踏的時候啊 這裡啊 盡量是給他一點點懸空 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這裡啊 撐上來力量很強 所以這裡要再往上騰空一點 再回來 OK 好那我們把這些的紙呢 全部的 你可以把它複製 把它複製到後面這邊來 你可以按著SHIP鍵 按著SHIP鍵 圈起來 按著SHIP鍵 拖曳過來 好這樣子的話呢 這上面 這些值 他就會扣過來 這是ROOT的部分 我們扣的話 從兩個地方切開來扣 一個是扣ROOT 另外一個扣 你的 腳 或是你的POSE 那我們來扣一下腳部分 兩隻腳一起選 左右邊一起選 選起來以後啊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去 到我們的這一個 COPY的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扣下來 然後呢 第三格的對應啊 就是第15格 因為它中間這個12格 是跟0 剛好是相反 所以說第15格是對稱 好 它對稱的地方 是3的對稱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 給它一個 對稱 COPY 第6格 的對稱呢 就是一樣 第18 第9格 的對稱 就是第21 OK 所以你只要記得 這一個 它的對稱呢 是這一個 這一個對稱是它 這一個對稱是它 這個的話呢 你可能要 去作業以後呢 你才會 比較清楚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把一個基礎的一個 跑步的動作 腳步的地方 然後 我們可以先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OK 那我們請同學呢 請你呢 先把這幾個key呢 先把它附上去 好吧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同學